陆飞以最强大招无挡原神枪 爆掉了凯多的火龙大巨 将凯多一拳打进和之国地下 经过了和之国20多年的凯多暴政 就此终结 陆飞用尽了所有的力量从空中坠落 飘逸的白发消失 陆飞恢复常态 巧的是 陆飞为凯多挖的坑洞 刚好挨着大妈的坑洞 这是不是就是所谓的 等我死了 把我们合葬在一起 和之国地层下面就是滚烫的岩浆层 凯多的身躯贯穿了归岛 掉入岩浆层中 这个号称不死之身的怪物 最后的结局竟然与20多年前 光月玉田的结局一样 真是善恶有轮回啊 鬼岛骷髅穷领之战 胜者有凯多 更正为草帽小子陆飞 大河远远的看见陆飞从空中坠落 踩着木计狂奔过去 在陆飞落地前的一秒钟将他抱在怀里 再看陆飞因为体力透支 已经呼呼大睡了 大河看着陆飞安详的样子露出微笑 鬼岛的前面就是和之国 此时 花之都的上空 无数的学院船飘向夜空中 像星星一样 把这个冷酷的夜幕照得通亮 明天一早 何之国就要变天了 在归岛坠毁之前 陆飞组终于制造出了燕云 努力拖着归岛 让归岛远离花之都 他救了何之国的国民 也救了所有与凯多军奋战的战士 此时 陆飞组从一无是处的小鬼 成了大英雄 他无愧于将军之名 大河亲眼见证了这两大英雄 激动的大叫 你们好厉害呀 等一下 刚刚被陆飞一拳刀塞进岩浆里的 不是你爹吗 逃之助睁开双眼 轻叹了一口气 没有激动狂喜 只有劫后余生的余悸 老猫踏上归岛穷宁 看到平安无所的花之都 还有安稳落地的归岛 深感欣慰 再看夜空 漫天的学院船上 愿望清晰可见 有人想健康的长大 有人尽情喝水 过了今晚 所有人的愿望就都会实现了 老猫拿出电话锣向全岛通报 毫无疑问 凯多已经被陆飞揍到地底去了 阻止了鬼岛坠落的是化身巨龙的 陶之助大人 距离那天已经二十年了 奇异军们欢呼起来 连续打败了两大四皇 大家都活了下来 和之国解放了 所有人都可以过上好日子了 看着他们如此开心 电视机前的小伙伴 也要忍不住高兴起来了 这场跑了四年的马拉松大战 终于落下帷幕 老猫看向老狗 两人相视一笑 无所不扯着嗓子大声欢呼 警员们看向小菊 两人的眼中闪烁着泪光 无所不驾起两人 继续奔跑去寻找乔巴 武士们的呼称 盖过了华之都的热闹 假的庆典在华之都 那是一年一度短暂放松 寻求自我安慰的聚会 而朕的庆典 在此时此刻的归岛 那是打倒了凯多和大蛇 让和之国彻底解放 所有人都过上好日子的狂欢会 吉拉这次发出了 发自肺腑的笑声 打败强敌真是心情愉悦 挤得白了他一眼 最后的风头让草帽小子抢走了 自己没能成为全场闪耀的灯球 罗优雅的坐在废墟中仰望天空 被驳穿过人群一边大喊 一边眼寒热泪奔来 一把将罗抱住 阿普被压在蛮霸者的身下动弹不得 听闻路飞竟然打败了凯多 他惊愕的抬起头 毁了抱错大腿了 现在成为路飞的敌人 路真是越走越窄了 纳美和小玉相拥大跳 路飞这个纳美的备用金库 现在又值钱了 小玛哥看着眼前的狂欢 面露微笑 曲曲四皇的慎平 满意的笑了 甚至看到Lady们都没事 松了一口气 习惯性的磨出烟 这时候点上一颗恕后烟 别提多滋润了 可恶 所有人都欢呼雀跃 宛如在庆祝盛大的节日 只有乔巴一个人崩溃的大货 干不完 根本干不完 伤员多得一眼望不到头 战斗结束了 伤员源源不断的送过来 所有人都在喊乔巴 药和人手都不够 作为一个医生 真的要崩溃 就连布鲁克也赶来 这时候恶作剧 罗宾表示 不用闹 都烧干净就好了 坟墓都省了 乔巴只感觉 自己的上下左右前后 都在呼唤乔巴医生 360度全立体环绕声 让乔巴头晕目眩 三阳医生听到召唤赶来支援 躲松鼠护士 从城里收集了许多药物 和医疗器具 装了满满一车拉过来 另一边 花枝都热闹的火之祭典 也快要结束了 人们驻足仰望 看着放飞的学院船 越飞越远 护子大笑着 对着空中大喊顺风 几分钟前 护子拿着笔 他在考虑 应该在学院船上 写下什么愿望 听人说 自己的父亲 以前是个大人物 他明明知道 只要被抓了 就会被杀掉 却还是自愿被抓 似懂非懂的护子 问飞车 父亲这么做的原因 飞车双眼闪烁 如果老康当时 没有这么做的话 大家努力攒起来的 希望之灯 就会复制一具 现在闭上眼 老康的英姿 还历历在目 那是侍奉光月家 最后一个大名 会比寿村 像风一样自由的男人 他是为了守护 和之国的未来 而显出了生命 护子突然就明白了 父亲坦然赴死的决心 在生活最窘迫的时候 护子饥饿难耐 吃了官员阵 运送过来的水果 结果得了 只会大笑的病 老康闻声赶来 看见女儿手中的半个水果 他明明已经多次告诉女儿 绝对不能吃这种果子 护子大笑不止 因为实在太饿了 忍不住 所以才忘记了父亲的嘱咐 会比寿村的笑声越来越多 人们既长路路 一无所有 连情感都要被剥夺 走投无路 成了被大师和凯多玩弄的对象 这大笑声的背后 藏着那么多的绝望和心酸 护子一边流泪一边笑 老康为了安慰女儿 也吃下了失败的人造噩梦果实 成了一个只能跳舞和大笑的人 妇女二人手牵着手 一边笑一边跳舞 正所谓笑口常开福利门 竟然改变不了现状 不如就这样笑着活下去 得到了飞车肯定的回应 护子划掉了许愿船上的愿望 他原来的愿望是见到爸爸 现在他写的是谢谢爸爸 可能这一刻 护子也释怀了父亲的牺牲 他只想对为了自己的父亲 说一声谢谢 非者突然泪流满面 眼泪漫过面具 这样很好啊 海岸 陶志柱经过一番深思熟虑 加了一个重要的决定 他在潜意识中呼唤相主 把自己的决定说给相主听 相主表示 一切遵照陶志柱的判断 此时开国外族入侵 河志柱必被灭亡 陶志柱决定以自己的力量保护河志柱 归到寨地内 凯多军还在富裕顽抗 从人数上来看 凯多军依然占据优势 而且大部分的人都不相信 凯多会被打败 那可是四皇啊 打败四皇就和梦一样 并不现实 凯多军决定将战争进行到底 齐军的巫师们已经精疲力尽 此时再战毫无意义 只会徒增伤员 暴脾气的弗乱企业 气得手舞足蹈 想打架我奉陪到底 刚好这会儿正精力充沛 大河赶到阻止了凯多军的士兵们 他向所有人讲述了 事情的真实经过 凯多已经败了 凯多附着在归岛上的艳云也消失了 归岛从空中坠落 是陶志柱在最后制造艳云 拖住了归岛 这个岛上所有的人 都是死过一次的人 输了对决 还被对手拯救了生命 如果这样还不愿意罢首的话 突然轨道传来一阵剧烈的地震 好像是地震爆发了 海面上突然升起黑色的浓烟 海面之下 凯多造成的坑洞里 爆发了海底火山喷发 滚烫的岩浆喷射出海面 浓烟中夹带着闪电 黑烟飘向和之国 人们看到黑烟中 一个巨大的影子飞篮 难道是凯老师复活了吗 啊 原来是粉色的龙 竟是陶志柱 陶志柱盘旋在和之国上空 国民们以为凯多来袭 吓得撕下逃窜 反正结束了 海底火山的喷发 是为百出海团总督 凯多的落幕而敲响的敌态谷 陶志柱冲上空中 随即一头扎在地上变回了人形 烟雾中 多个人影缓缓走出来 首先出现的正是花之都的花魁小子 也就是光月日和 他一露面 许多人为他的美貌所倾倒 在日和身边的是赤笑武士 传子郎 民众们既震惊又疑惑 他们意识到 在这短短的一天时间里 和之国似乎发生了许多大事 本期内容就是这些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